这是我国考古史上遇到杀伤力最强的一座机关 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唐朝墓年击败皇朝的秦王 立茂贞夫人的墓 眼前这个三层楼高的端门就是大墓地宫的入口 想要进入地宫就要将端门下方的石块移开 然而谁又能想到看似普通的墓门却暗藏杀人机关 因为墓门缺少一根横梁 只要取出其中一块石头 整个墓门就会瞬间塌方 将盗墓贼埋葬于此 这个危险而又复杂的防盗机关 工匠究竟是如何修建的呢 立功建成后皇后又是怎么下葬的呢 疑问还未解开 这是墓中出土的一块石油纸 让专家重新燃起了希望 还没等专家缓过来兴奋镜 在他的旁边竟有发现了一个 有敌有干造型精美 刻画多种纹饰的石匣子 这一发现立刻把现场的氛围拉到了高潮 经过初步检查 专家发现石匣子密封完好 使用这样沉重坚固的容器 里面一定存放着贵重的物品 当专家将石匣子送到实验室 进行CT扫描后 扫描显示的机会 让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 石匣子里面究竟装的什么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加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经历 李茂珍父母之谜 200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山西省宝鸡市北郊 高大的黄土台园上 一处寂静的小山村 突然一声巨响 在这样的深夜 被响声和震动声惊醒 还有很多人 但谁都敢出门 一探究竟 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 村民才沿着响声传来的方向查看 很快就在一座土丘旁边 找到了花株 巨响的原因 原来早年间这里 就有一座大漠 起初大漠旁还算安宁 但从90年代起 这里总会出现一些 不明身份的人 在大漠附近频繁活动 附近的村民们 也会隔三差五的 在风土堆上发现道洞 庆幸的是 几次道墓形成的道洞 并未打穿目视 直到这次突然响起的爆炸声 当地文物部门 才意识到 大漠已经处在 岌岌可危的边缘 这个土丘很明显 是一座大漠的风土堆 在陵园村村民的讲述中 文物工作者得知 就在几十年前 大漠前还保留着一些 识人识码 能够使用识人的墓主人 生前地位 至少是一二点的大人 陵园村大漠的主人 究竟是哪位大人物呢 从村民口中 文物工作者还了解到 大漠曾经 还有一块石碑 石碑上清晰地 写着墓主人的名字 这位叫李茂贞的大唐秦王 究竟是何许人言 查阅史料 专家发现 李茂贞原名宋文通 是唐末的一位 班镇节度使 因为镇压荒朝起义 护送唐喜宗有功 被赐敏李茂贞 一度授封齐王 唐朝灭亡后 后唐皇帝 夹封他为秦王 所以村民口中所说的 唐秦王李茂贞中的唐 是后唐 有了村民们 极为肯定的描述 文物工作者暂时认定 大漠为李茂贞梦 并重新立了一块标识 2001年4月 考古队对背道大漠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通过勘探结果显示 大漠的规模惊人 大漠南北长45米 东西坤22米 面积接近1000平方米 勘探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村上的张晓明史记 给提供了一个线索 就是在李茂贞梦的戏边 还有一座梦 70年代 瓶种土地似 瓶种掉了 现在看不到了 如果这是一座一龄双种 那么大漠很可能 是一座夫妻合藏墓 通过钻探 考古队员发现 这座墓要原敌李茂贞梦想 最终考古队员将规模较小的陪藏墓 命名一号墓 规模更大的主墓 为二号墓 通过商议 专家决定 先发掘规模较小的一号墓 随着发掘的深入 一号墓的墓道 逐渐显现了出来 4月16日 正当工人们 在距离地表7米的工作面上挖掘土方式 墓道靠近墓室的一侧泥土中 突然露出了一些古代建筑物的痕迹 难道说已经挖到了墓室 这是一座让无数摸金小卫命丧于此 唐朝机关大墓 这座墓的主人 就是李茂贞的夫人 眼前这个7.3米高的端门 就是大墓的地宫入口 也是整个大墓的中间防盗机关 任意拿走端门上的一块石头 离木便可 瞬间倒塌 将盗墓者埋葬于此 然而 就是这座号称 中国最强防盗机关大墓 竟然被盗了 盗墓贼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本以为盗墓贼 不会给考古队员留下一件文物 但是随后墓中出土的一件石匣子 直接就轰动了整个考古界 石匣子里面 究竟存放着什么宝贝 竟让整个中国考古界都为之震惊 2001年4月16日 一个三米宽的砖器屋檐构建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在此之前 考古队员从来没有看到过 如此复杂精美的建筑样式 随着对弟弟奇特建筑的逐步清理 考古队员在屋檐下 发现了一组装饰用的砖雕 砖雕以胡雕的手法雕刻着一个 身穿白色宽袖长服 胸前扎有布巾 头戴花冠 面容和暗 体态丰盈的妇人 她恭顺虔诚地跪坐在 展翅飞翔的奉背上 上方仙鹤盘旋 前面有仙人和仙鹤座引导 整个场景宛如仙境 因为胡雕上面的人物 乘坐的是凤凰 所以这两块砖雕上的图案 被称为成本 价格西规图 两块精美的砖雕 成为了考古队员第一项收获 这时候专家发现 砖雕上妇人的衣柱 明显是唐代服装 正好与李茂贞生活的年代吻合 同时砖雕上雕刻的是一位妇人 这表明 墓主人是一位女性 与之前判断相吻合 相邻两座大墓 规模较大的二号墓是主墓 较小的一号墓是陪葬墓 他们共同构成了 夫妻一学合葬墓 那么墓主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竟可以称其凤凰 难道墓主人是皇后 被封为齐王的李茂贞 事实上早已自成一国 砖雕上的这个细节 更加证实了一号墓的主人 是李茂贞夫人的推测 随着对砖雕不断的清理 越来越多的建筑结构 现现了出来 这时候再看这座奇特的建筑 简直就是一座高楼的 萎缩景观 屋檐下的最上层建筑中央 是三间大墓 大墓两侧斜下 又伸出了两间厢房 让人惊奇的是 这两间厢房砖雕的门扇 半遮半眼 各有一位女子 探头张望 一位迎客庄一位送客庄 到了这个时候 考古队已经确认 他们发现的是一座极为罕见的 被称为端门的古代墓葬设施 这个中国人有个传统的东西 思思如胜 他就是把这个墓葬的结构 做的和你这个审前 设置的这个庭源的结构 向今 他有前唐后世 又灰可停 或者又有这个 其他的这个植藏室之类的 这个短门也就相当于 他这个审前所租的这个 这个圆子的一个 头一刀门 那么这个象征着南天门的端门 在一号墓墓到尽头出现 是不是意味着 这就是大墓 地宫的入口 如果是地宫的入口 为什么端门下面 没有门呢 既然是座门户 端门的下面 应该就是进出 地宫的入口 然而当高达7.3米的端门 完全暴露出来以后 人们看到端门最下面 根本没有木门 而是被无数石块 填塞着的墙 考古队员多次尝试 将石块移开 背了九牛二五之力之后 发现这些石块 根本无法抽出 专家看到这个情况 彻底蒙了 没有横梁的关门 工匠们究竟是如何 建造起来的呢 通过大家的集体讨论 最终被大家认可 是这样一个推测 最后发现是咱的 它这个短门啊 是从地下这样子建上去的 原来一开始修建时 工匠们就已经把门洞 用石头填死了 这样一来 既可以继续往上修建 而且让盗墓贼 根本无法通过这里 进入地宫 如果盗墓贼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抽取石块 就会因为他方命丧于此 这真是一个 复杂而有危险的 方道机关 可是这样一来 工匠们又该如何 修建端门后的设施呢 地宫建成后 尊贵的皇后 又该如何下葬呢 疑问暂时无法解开 甚至接下来 该如何发掘 都成了问题 从端门无法进入 考古队员又该如何应对呢 就是咱现在从这进不去了 进不去了 那得想办法 从其他地方再进去 那么咋办呢 就是在这个转门的外面 它的背边 在钻探 在钻探 还有没有空荡一类的 端门后应该就是地宫 现在考古队 既希望与端门和地宫之间 结合的不那么紧密 通过钻探 考古队员挖出了一个 四平方米的天井 从这个地方下去以后 就可以进入地宫 如此高等级 规模宏大的地宫 考古队员非常期待 大开地宫的那一刻 此时 灵园村一号墓的发掘 已经进入了最关键时刻 墓主人究竟是不是 李茂贞夫人呢 如果是他 那么这位尊贵的皇后 此后又会享有 怎样奢华的墓师呢 然而 当考古队员 进入地宫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 震惊到 墓师地面上一片狼藉 倒塌的石门 明显不是因为时间久远 造成完全是外力的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 这座大墓已经被盗墓贼盗卷 让专家疑惑不解的是 如此复杂 而有危险的机关物 盗墓贼究竟是如何进入的呢 原意为被盗墓贼盗卷后的大墓 基本不会有什么贵重的文物了 就在大家完全不抱希望的时候 考古队员 竟然在地宫前市 发现了墓主人的墓志明 更让专家兴奋的是 在墓志明旁 还有一个小石匣 当专家在考古实验室 打开石匣以后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座号称 中国最强防盗机关的唐朝大墓 竟然被盗墓贼挖穿了 不仅全身而退 而且还将地宫中的宝贝 洗劫一宫 只给考古专家 留下了一盒墓志明 不知是不是盗墓贼疏苦 在墓志明旁 考古队员 发现了一件石匣子 当专家打开石匣子的那一刻 里面的文物直接就轰动了 整个考古计 发掘工作临近结束 在发掘现场 专家第一次尝试开启石匣子 刚刚开启了一个很小的角度 专家就在里面发现了一种 很容易被空气 腐蚀的物质 最终石匣子被运到了西安市文物修复中心 做了一次专业的CT扫描 扫描显示的结果 让专家疑惑不见 这个拿到实验室 具体的这个DX7的时候 就砌了一块这个铁板 铁板地下稍微带一点弧度 没有这个挖下去 就一个铁板 两块石头中间 加了一块铁板 就是挖倒下 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沉定 石匣子中的铁板 已经秀迹斑奔 曾经用朱砂书写的文字 已经无法分辨 这个失望自己 太失望了 关于这块奇特的铁板 专家猜测 他会不会就是 史料中记载 单书铁券 就是面试牌 这个王公大臣 功劳很大 这个皇上给他这个夹了点 刺一块面试牌 就是重建以后 他的子女翻了法 要不就可以面试吗 单书铁券的出土 立刻在考古镜 引起了轰动 遗憾的是 单书铁券上面的文字 已经无法辨别 要是能出土一件 保存完好的单书铁券 那绝对是一件 物价之暴 2001年5月10日 考古队员通过端门后的天井 成功地进入了地宫内部的潜艇 原本以为 这会是一千多年来 第一次有人造访这座地下工具 然而考古队员看到 却是一片狼藉 倒塌的两扇石门 告诉考古队员 这座大墓 已经被盗绝了 这让专家疑惑不及 大墓的端门封得死死的 完全没有被毁坏的痕迹 盗墓贼究竟是从哪个位置 进入地宫的 既然地宫入口 没有被打开过 墓主人的遗体 又是如何下葬的呢 很显然 被盗墓贼毁坏的两扇石门 和抽取石块 就被他放的关门都是大墓的防盗机关 可是这样的设施 虽然可以隔绝内外 阻挡盗墓贼 但是大墓主人又该怎样下葬呢 就是因为这个降潜寺的这个门 发现以后 这反过回过头来 才死靠这个断门 怎么建造的 从这个后来这个 是靠这个折斗将盈盖寺 先把人放进去以后 随随便这些东西都放进去 然后再建造这个石门 石门一次就想射 完了以后再建造后面的请员 和这个前面这个短门 先下葬 后崩门 一千多年前 针对一号墓主人的安葬仪式 完成之后 工匠们还有在15米深的地点 继续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盗 弄清楚了石门倒塌的原因 队员们一时间变得非常沮丧 虽然墓葬被盗 但清理工作 还是要认真完成 然而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本带空无一物的潜艇 陶谷队员发现了许多图案精美的专调 这是一幅八人抬教的真实图案 这一发现一时间轰动了陶谷戒 直接填补了 史料不足 由于本期视频有点长 下期视频为大家详细讲解 这部八人抬教徒 2001年5月17日 随着一号墓墓之名的出途 专家终于解开了墓主人的身份之名 下期视频有两大刊定 其全面讲解暴墓贼 如何避开最强机关进入地宫的 且全面讲解发掘礼貌真墓 全过程 比夫人墓要大两倍的二号墓地宫 会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